这个女人拿出工具走向顾客 你以为她是在给顾客理发 而下一秒 她就用手中的工具割下顾客的头皮 为的就是满足她变态的嗜好 而像这种头皮 她还有很多 克莱尔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发型师 他凭借这门手 赢得了新老顾客的广泛好评 虽然身份普通 但克拉尔却深藏不漏 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可怕爱好 这天 克莱尔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正准备打烊 这时店内又走进了一个外地的客人 他赶紧给顾客倒了一杯红酒 你别说 这服务确实不错 确定好头发款式后 一边给顾客做头发 一边跟他闲聊 为了避免做头发时候的尴尬 克莱尔什么都聊 他从事业聊到家庭生活 唯独不聊半咖 这很有职业操守 顾客是外地人 觉得从今以后并不会有什么交集 所以十分大胆的将自己的事情 统统倾诉的出来 甚至还聊到他曾经出过轨 聊了很久 店内只有他们两个人 而此时顾客竟然昏睡了过去 手中的杯子 就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原来是克莱尔在红酒里面下了药 他熟练的挂上窗帘 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套工具 谁曾想他不是要给顾客做发型 而是直接对着顾客的头皮下手 克莱尔割开了顾客额头的皮肤 去下了一块带着头发的完整头皮 清理好所有痕迹后 他带着头皮返回了家中 将头皮放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的情景更是让人大吃一惊 原来里面收藏着各式各样的头发 无法想象 他已经割了多少个人的头皮了 现实让人很崩溃 克莱尔就边哭边戴上顾客的头发 想要装成别人的样子 这就是他病态的爱好 克莱尔羡慕别人的生活多姿多彩 不像自己宛容一滩死水 为了逃避崩溃的现实 他可以戴上顾客的头发 模仿顾客的一举一动 仿佛这样的自己也能经历这样的生活 于是他白天是一名理发师 晚上就戴上从顾客头上割下来的头皮 装扮成不同人的样子 但是每日的清晨那种失落感 仍然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 这天一早 一位女顾客奥利威亚发信息 向他寻求帮助 婚礼的事情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公司更是有一大堆事要忙 所以他希望克莱尔能帮他设计婚礼发型 可是克莱尔并不想去做婚礼发型设计 拒绝了他 闪班前 克莱尔习惯性去咖啡店买咖啡 排队时 他看见自己的鞋上有一滴不明液体 可能是因为心虚 又或者是强迫正犯了 他迫切的想将不明液体擦掉 可是又不敢声张 怕做出大动作引起人的注意 以至于店员跟他打招呼 他也只是敷衍亮剧 拿到咖啡 克莱尔没有去上班 直接返回家中换了鞋子 在女顾客奥利威亚的苦苦相求下 克莱尔才总算答应了他 晚上 克莱尔偷偷开车到了女顾客家门前 心里有了别样的打算 奥利威亚第二天就光顾了克莱尔的美发店 克莱尔给他设计了一款 让他十分满意的发型 一件十分正确的事情 他邀请了克莱尔当天晚上去家里看婚纱 并热情的给了克莱尔一个拥抱 克莱尔十分受宠若惊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自从母亲去世后 从来没有人跟他做过这样的亲密接触 他很高兴自己被人当成朋友一样对待 脸上止不住的窃喜 去奥利威亚家之前 克莱尔很认真的准备了一瓶红酒 准备与奥利威亚畅饮 奥利威亚见他来了十分高兴 立即上楼使婚纱 克莱尔趁这个机会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他看中了奥利威亚一条紫色的围巾 拿起来顺手就给自己围上了 体验别人的东西让他感觉十分满足 于是他偷偷地将围巾塞进了自己的包里 克莱尔又来帮奥利威亚调整婚纱 顺便拍照留念 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这让克莱尔觉得他们的关系似乎更加亲密了 奥利威亚在试衣服的时候 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 愿意主动说明这些 说明奥利威亚早已经看开了 他放假了过去 事业有成 并且即将要迎接崭新的婚后生活 但奥利威亚说的这些 却让克莱尔回忆起了自己的伤心事 原来他的身世和奥利威亚的十分相似 他从小便没有了爸爸 妈妈也在他17岁的时候去世 直到现在 他还没能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反而也只用别人的头皮来麻痹自己 逃避而始 对他来说难以启齿的往事 此时奥利威亚为婚夫的到来 打动了克莱尔的聊天 两人十分恩爱 克莱尔只好给他们空间找机会离开 他回到车上开始痛哭 他没有办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也没办法一下子走出童年带给他的自卑 遇到相似的人 他觉得他反而显得渺小与懦弱 当内心极度不平衡 就需要某些东西来调节和发泄 这一天 克莱尔物色到了目标 是他早上光顾的咖啡店的店员 正准备打烊的店员 见到顾客上门 只好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趁店员冲咖啡的时候 克莱尔迅速在店员的杯子里放了药 他躲在店外观察着店员 药效虽然不快 但好在店员还是倒在地上 克莱尔向店员拖进咖啡店前台 掏下工具准备故技重施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奥利维亚发来了一条信息 他邀请克莱尔参加周六的单身派对 克莱尔忙着割发没有回答信息 然而包中露出的围巾一角 让克莱尔内心有一丝动摇 虽然他还想过上下奥利维亚这样正常的生活 就在克莱尔心神不宁之际 不小心用刀割上了店员的眼睛 店员因此疼得提前醒来了 克莱尔被店员看清了模样 害怕事情暴露 他随即用剪刀发泄一般的插入对人的心脏 将其杀害 戳离完尸体和现场后 克莱尔回家无助的躲在浴缸 听着手机里的语音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原来这是他提前录好的与奥利维亚的对话 因为相似的经历 以及奥利维亚对人的热情 克莱尔对奥利维亚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他下定决心要过上和奥利维亚一般的生活 于是他将地下室的一切封存起来 此时咖啡店店员的亲人 已经开始四处张贴寻人启示 这让克莱尔感觉很不安 为了周六的派对 克莱尔在镜子前尝试各种风格的衣服和造型 换来换去终于确定下来要出了门 克莱尔来到酒吧时 奥利维亚身边正围着一群人亲密的拍照 只有克莱尔显得格格不入 大家兴高采烈的举杯通饮 一起享受着奥利维亚最后一晚的单身时间 提前庆祝奥利维亚新婚大吉 公筹交错间 有人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克莱尔的精心准备的裙子上 这让克莱尔浑身难受 他随后又和奥利维亚谈起了心 虽然奥利维亚就要结婚了 但他还是觉得贵功夫不够爱他 克莱尔只能简单的安慰他几句 奥利维亚邀请克莱尔与他乘跑 但是他一心惦记着裙子的事情 随便敷衍了两句 便急不可耐的找借口跑去厕所清理裙子 但克莱尔却在厕所里 听起奥利维亚朋友们的悄悄话 他们吐槽奥利维亚邀请了克莱尔 觉得克莱尔是个土包子 这让克莱尔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待不下去了 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 但他并没有开车回家 而是在车里静静的等待着 等到聚会散场 他开车跟上吐槽了自己的几个人 克莱尔一路尾随来到他家中 心中的愤怒始终压不下去 于是他悄悄潜入别人家中 拿出剪刀 想要解决已经熟睡的黑妹 在即将动手的时候 他瞥见了黑妹与家人的合照 停住了动作 想起了自己和奥利维亚 克莱尔跑进厕所想冷静一下 可此时黑妹竟然进来上厕所 他集中生智 跑进了浴缸拉上了帘子 两人的距离只有一帘之隔 最后他终于跑出了黑妹的家 难道他不再杀人了吗 这一天 克莱尔开始找借口 给奥利维亚发各种信息 但他们现在并不算深交 克莱尔只好以婚礼为借口 寻找对方需不需要帮助 而奥利维亚告诉克莱尔 婚礼已经准备得十分充足 克莱尔开始心虚不宁 他开始更加频繁地 翻看奥利维亚的动态 但内容大多都与婚礼有关 完全没有他的存在 这样克莱尔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 他每天继续枯燥的工作 但是却始终放不下 对奥利维亚的痴迷 他开始每天早上 在远处偷窥着奥利维亚的跑步 以这种方式让自己感觉 与奥利维亚距离很近 这一天 他很久没有与奥利维亚联系了 来到停车场 准备与奥利维亚邂适后 但克莱尔的出现 让奥利维亚很是意外 他是怎么找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的 奥利维亚拒绝了克莱尔的好心 因为他觉得 克莱尔调查自己的私生活 已经逾越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于是借口离开 只收下克莱尔自卑地站在原地 他开始更加疯狂地发短信打电话 得到的却是对方未婚夫的警告与敷衍 半夜 克莱尔的思念之情难以忍受 他直接来到奥利维亚的家里 穿上奥利维亚的睡裙 竟然躺在床上玩起了玩具 猫海中不停地幻想着奥利维亚的亲密行为 这时奥利维亚回家了 他只好穿着睡衣仓皇而逃 回到家中的克莱尔 急不可能走进地下室 戴上各种头发 想找回一点安慰 大往常屡时不爽的事情 现在却无法调节他的情绪了 他现在迫切的希望能获得一个新的头皮 他立即驾车出门 跟上了一个半夜晚归的陌生女人 敲开房门 假装借用电话 他冷静地割下了头发 在别人家里开心地体验别人的生活 这些让他得到了满足 这天他在买咖啡时又看见了警方的统计 原来监控摄像早已拍到了克莱尔模糊的身影 这样他又开始惶恐不安 克莱尔打扮成自己母亲的样子来参加婚礼 他发现奥利维亚的母亲 朋友 还去一堂 而这一切都是克莱尔渴望却不曾拥有的 见到克莱尔来了 奥利维亚为这几天对他的疏离态度道歉 并且表示非常感谢克莱尔的到来 克莱尔给奥利维亚发型 其他人则跑去前厅为婚礼做准备 婚礼正式开始 花筒洒花开入 新年走上红毯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在众众瞩目下 新郎揭开了婚纱 然而新郎并没有表现出众人想象中的喜悦 反而脸色苍白连连后退 原来是克莱尔顶着一块血淋淋的头皮站在面前 克莱尔手捧着鲜花满脸微笑 沉浸在婚礼的幸福中 这一刻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他转头看向在座的观众 大家四散而逃 很多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不起眼的孤独与自卑 克莱尔割头皮扮演别人的行为 是他在无尽的孤独与自卑中的一种另类宣泄口 直到他以为拥有了一位可以长期发展的朋友 但还是因为自己不平衡的内心给作梅了 爱你爱到成为你 此刻孤独者将永远孤独